据说多年前此游乐场曾有学生相约出游 一位男孩因贪玩与同学置鬼屋 没想到竟然就此失踪 事后同学才发现他未返家 与游乐场联络之后 才得知他因为本身患有心脏病 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刺激 以至惊吓过度吓死在鬼屋内 后来这里的山头也传说有人上吊自杀 难道是此地的磁场特殊 导致自杀事件频传吗 位于山中占地面积宽广的游乐场 由于位置偏僻 吸引了不法之徒的前来歧失 因此种种鬼魅之说不尽而走 是邪灵入侵 导致不幸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 而吸引怨灵聚集此地 鬼魅传说不断吗 原是青少年假日出游的观光圣地 为何会变成害人听闻的自杀圣地 和杀人气势的猛鬼乐园呢 坚冰能与当年惊吓致死的男孩接触吗 请看今天 灵异最前线之 猛鬼屋 我现在废弃太准了 惊悚预告先堵为快 究竟艾米与小珍看到什么诡异的情景呢 是感应到此地的不寻常吗 为何艾米吓得正大双眼 甚至差点夺门而出呢 灵界朋友到底是怎么捉弄他们的呢 一再出现的突发状况 让尖兵已无力招架 别走开 广告后马上为您揭开传说中的 怨灵所在地 好像要掉下去了 各位观众朋友 生活的压力非常的大 造成了大家呢 经常想要去追求一些刺激 有的人呢 跑到酒店里面去摇头 不好的刺激 有的人去喝酒 甚至呢 年轻一点的人呢 不从事这些不好的东西呢 他喜欢去什么游乐场里面 去坐云霄飞车 自由落体 这比较健康啊 你敢不敢 不敢 你敢健康你不去做 我心让我好啊 其实我很爱 我很喜欢闯鬼屋 可是我不爱坐那种 自由落体那种东西 真的吗 很怪喔 没有 我宁愿一个人进鬼屋 我也不要去 我很爱闯鬼屋 但是我不敢闯游乐园的鬼屋 小贞 刚好 小贞 刚好你去玩那个 云霄飞车 自由落体 我很喜欢玩 真的吗 可是你就不爱闯鬼屋对不对 不爱 你看 那你就玩那个 自由落体 所以云霄飞车会不会吓到那种大焦 会啊 因为要叫才好玩 真的吗 你敢吗 叫得出来啊 不太敢 因为我本来就很胆小 所以那种鬼屋 我都不太敢进去 然后连云霄飞车不敢坐 我自己是不太敢 之前曾经听说过 有那个云霄飞车 飞的飞的就飞出去了 对 这样子呢 太过分了 之前我看一个那个意外新闻 而且也是个纪录片 就有人去玩那个自由落体 结果因为人类很依赖机器 因为想要机油落体下来之后呢 真的自由落体 真的自由落下来 他提起故障了 提起故障了 那个故障了 全部都吃掉了 对对对 有些人呢 曾经到比如说鬼屋里面去玩 如果呢你到一个鬼屋 只有一些电动的东西呢 出来之后你会想说 这个鬼屋好烂的 还会让他去 一点都不刺激 可是其实后来的鬼屋都有翻新啊 结果鬼屋呢 那种安排一些工作人员工读生 在一些地方故意这样 好啦 好可怕 一对情理去 结果呢 嚇到女朋友尿裤子 结果呢 男朋友觉得面子 把那个 挂不住了 把那个装鬼的功能打一顿 你就这样追求自己 是为何而来 是不是 好奇怪 没有逻辑 鬼屋什么 你要打人家 那明明就说那就是个鬼屋 那明明就是你要的啊 那今天我们前面做这样的开场 其实就跟我们要去的这一个游乐场 有一点点多多少少的关联性 对对 因为其实那个游乐场里面 有一个传闻 很恐怖很恐怖的鬼屋中的鬼屋 真的吗 真的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鬼屋 赶快来看看今天 林一最前线的猛鬼屋 今天林一最前线呢 加入了一个新的煎冰 那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小真 各位观众好 嗯 你看起来还很秀 因为等一下进去他就知道了 我们这次来到这个地方呢 听说是一个基因之地 那我们其实今天最主要是 去搜寻的地方是一个游乐场 但是在他周围呢 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一块 这个山头 是所谓的基因的山头 为什么 因为常常有人来这边自杀 而且在树上面上吊自杀 还有 就甚至于被杀害的人呢 也被弃失在这块山头 真的 甚至于在那个山脚下的地方 还有听说有个学生 半夜的时候跑到这边来自杀 那我们先走上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不好意思 你看这边是很多很久没有人来 而且其实 这边非常非常的偏僻 就距离那个都市比较远嘛 那所以 其实一般啊 要是做坏事啊 或什么的 就很有可能说 会带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 这地上长满了那种杂草都 本来它这边应该是有楼梯的 也许之前可能是一个 可能可以游玩的地方 观光圣地 而且呢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这边 可能会有蛇出来 你刚刚 就在下面说 我看到一只蛇 老师曾说过 有蛇出现的地方 是基因之地 尖兵还未踏入猛鬼乐园 便遭遇到如此剧烈的灵动 尖兵今天的任务 可以圆满完成吗 我先走 你看 它那个泥巴 全部都从上面 那个阶梯这样流下来 有点土石流 对啊 很像 小心 先走 那泥巴很滑 你们要小心一点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割手草 所以你们要不要 那个不要被割到 注意一点 小心一点 此地草比人高 可见其荒废已久 未身处其境的人 恐怕难以感受到 猛鬼乐园的阴森恐怖 是啊 好像自杀的地方就是会聚集在一起 嗯 就不会说有一个地方是 一个人这样跑去那边自杀 是会集体的 好像就是说 如果这边是自杀圣地 就会有人来这边自杀 你这边怎么会有功能啊 烤肉区 哇 这边是烤肉区 对啊 所以它应该也是属于游乐园的一部分 应该有 所以相连的有可能就是说 游乐园废弃之后 这边可能变成井之地 嗯 就也许有所关联的样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是其实这边要选的自杀还蛮 他们要选哪里呢 可能在里面哦 对啊 也许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 就是说 很多人会来这边上吊自杀的地方 对 这里还是入口这边 应该是不会 对 而且说实在 如果说这边啊 你要弃尸 可能也找不到 我随便把个尸体塞在那里面 也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这里也是啊 对啊 这根本因为已经荒废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嘛 是否真如Amy所说 这里就是杀人气势的藏匿地点呢 掉下的那种果实 好多 小心 哪里啊 这里 好像是那里 这里感觉不像烤肉的地方耶 还是因为废弃太久 小心一点 你怎么今天一直被石头拌到 小心啊 有椅子耶 哦 这里 你看啊 这应该就是 他们可以在这边烤肉 你看这里 对啊 而且是很老旧的那种椅子 这属于他们游乐园的设施的一部分 我再想 而且你看啊 它这个地方还可以 好像是可以叠烤肉架在这里 啊 小心啊 小心啊 那时候的搜轨行动会遭受到更大的恶阻吗 可是他们这边就不像野外的那种烤肉区 对不对 嗯 就这样一格一格的 不好意思 这边也是 可是它这个桌子已经被拆掉了 截肢变成凉拌 太久了 对 不好意思 可是 这边到底哪里可以自杀 而且还有哪里可以弃湿 不会是前面那边吧 我知道 找找看 这里还有个 有观音像 对啊 这怎么会有个观音像 这是一个许愿池 就是一般在游乐场所啊 可能有些人都会放一些那种什么 钱 对或者是什么经理有没有 那种一个池子里面养鱼 丢钱 然后也可以丢钱的 看一下 钱都被捡光了 是这里吗 还是因为说 其实这个菩萨像也真的有它的作用 那所以来这边 搞不好那些鬼品野鬼 也可以来这一对菩萨超度或什么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愿 山中的邪灵或游荡的亡魂 被依附在观音像上 或是仍在这座荒废已久的梦 门鬼乐园四处流窜呢 好我们现在在那个就是 这应该是算他们的烤肉区吧 嗯 那听说当初呢 有很多人在那边气湿啊 甚至于那种掉了树头死掉的人 好像就是在这个附近 就是在 在那个烤肉区的附近 进行空景实验前阴风阵阵 DV将会拍摄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比较容易 会有那样的那样的画面 会是 改变的场色 一定啊 因为有 而且这里飞进了很久 这什么 你们就这样的吗 你们要像个头 你看到 这个 好像有点 对 很像哦 可是它一直存在那里 是刚刚就有了吧 我看起来好像磕头哦 它有头发啊 对 对 然后眼睛那边 对 很像真的很像磕头 越看越像了 刚才就在了吗 知道了 可是你看它一直跟你动啊 嗯 所以这边真的有 你属植吗 不是那时候 有有有有 飞起来 它好像飘在办公中的 在这里 因为我们刚刚以为说 这边有两个人站的感觉 可是 对 所以在旁边 对啊 就看一下去检查看看 请您仔细盯紧DV画面 左上方有一灵体一闪而过 观影向下方 也浮现两次 疑似亡灵身形的黑影 是此地的灵体 急于在镜头前表现什么吗 出现的灵体是自杀的怨灵 上吊的亡灵 或是遭到气势的凶灵呢 你看到了吗 请您注意DV所捕捉到 不可思议的画面 画面中观影向下 有一疑似人形的黑影出现 是当地的山精地灵前来挑衅 还是坚定冒犯到他们了 为什么那个佛像底下突然有 黑色的一个影子 这样怎么样晃下去 可是就好像有一条 那个人形 然后突然出现 又这样腾空 这样飞上去不见了 嗯 出现两次哦 那个佛像它是 它是个观影像 然后而且之前可能是一个 游乐圣地 那所以呢 那观影像就前面有一个池子 就有点像许愿池 就让人家这样子 五块十块一块这样子 投钱去许愿 嗯 然后呢 废弃掉了 废弃掉了以后 你们在那边做空景实验的时候 就就看到有个影子 老师 嗯 那个观影像 因为它在游乐园里头 肯定是没有所谓的那什么 开光啦 神力 对不对 没有人拜过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 我们讲什么 邪灵路心 嗯 会不会这样 基本上来说它会进去啦 但是时间不会长 因为毕竟它在白天的时候 还是阳光一直直接在曝晒嘛 嗯 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人都有希望说当伟人啊 当这个有名的人啊 都想要站在舞台上啊 让大家看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有一些灵他也会 他也会想说 如果我是这个观影 所以他有可能会上去那上面 然后看看那个视野那个环境 当然就我们讲说这个 所以他才会 我们看到有那个灵 从那个地方好像就这样静音处处 对 老师那你刚刚在那个画面里面 你看到的是 嗯 就是说他们传闻说这个山头 有些是自杀灵 有些是上吊灵 有些甚至是被弃失的灵 还是说那个是属于 山精啊 妖怪啊 那是属于山精地灵 因为山精地灵 它才有办法自由进出 而且进出这个 这个 所谓的这个神像啊 或者这个像里面 那而且他们基本上 在他们的那个 的感觉就是我要修 修到一定的层次 他就是希望他能够修到 如果能够修到那一个层次 感觉像在那个地方 就像他讲 好像碧尼群雄 这样的那种感觉 嗯 老师你说到碧尼群雄 有这么多灵界朋友聚集 那就表示说 这边是一个巨鹰的现象 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常在说 巨鹰之地 巨鹰之地 是必须要达到哪些条件 才能形成一个巨鹰之地 第一个的话 就是他本身 就比如说 他的所谓的光线啊 那地气啊 各方面都可以感觉得到 然后甚至我们讲说 甚至你在白天 即使是在白天喔 中午的时间去 你甚至还可以感觉到那种 那种浅浅的那种良意 是从地面透出的 那像这样的地方 就比较容易有 第二个就是 当我们一般有 比较临时有感应的人 去到那地方 会梦一下 觉得头晕 会觉得 好像觉得不舒服那种感觉 那通常这种地方 也比较容易喔 那老师刚刚讲的 这样的状况 好像你去了以后 有没有感应到 有没有 到当地的感觉 类似的感觉 我是还有碰到 就是被摸 被摸角 你说我们去烤肉区 那个地方 那个就是有一个一个 你第一次出外景 那之前我们节目里面 可能到了很多那种屋子 室内 你这次完全是到户外 大概游乐区区 就是感觉下面有凉凉的那种感觉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有种阴森森森的那种感觉 然后唧鼻疙砸都起来 这样子 可是不会冷对不对 就不会冷 其实那天很热 只是脚无边 对 是不是因为是三金地铃 所以个头都不高 矮矮小小的 我不晓得 我看 因为看了很多电影 小精灵 个头都很矮的嘛 他们说西洋 西洋到尤其在英国 德国地区的铃 比较个头特别矮小 那其实台湾也有 早期在三地里头 那三地部落里头 有矮人主 对 所以它有一些比较 个头比较矮小的灵 不过最主要 它会觉得比较冷 比较凉 那是因为地气的关系 整个地的一个磁场地气 所以它的感觉 只有这下半部 这个脚 这个脚排的这个部分 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凉 那个气是因为 它从底下透上来的关系 那是地气的关系 对 但是不管它是一个废心的游乐场 或者它是一个完好的游乐场 完好的游乐场 可能会聚集了很多的观光客 游客去那边玩 可是呢 废弃到的游乐场 其实会聚集了很多的 凝结的朋友 不只是你们这次去的这个 之前我曾经做别的节目 在内湖南港这边 也有一些废弃的那种社区 可能比较靠山边的那种社区 里面的游乐场 当到那边去做感应的时候 无形之中就可以听到 很多那种小孩子的叫声 或者是在那边嬉戏的那种嬉闹声 对 然后拍的拍的 就可以看到那个 两个鞦韆 就有一个鞦韆 就有一个鞦韆会自己这样子晃 如果是有风音跟两个一起晃 两个一起晃 其中一个这样子晃 或者是说 我刚才听到一些机器 这样转动的声音 就是不知道声音从来来的 搞不好 它是用铭币还在继续营业 其实我们这个搜寻也有感觉到 像赵哥这样讲的一个感觉 就是机器好像也有在运作这样子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它就是一个阴间继续营业的一个游乐园 蒙鬼乐园 哇 继续他们要开始搜寻呢 到底情况会如何呢 赶快来看看领域最前线的蒙鬼屋 艾米和小珍究竟目睹了何种可怕的景象 为什么两人变露惧色 差点落荒而逃呢 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为什么 这我想应该是当初他们就是 游乐园一进来的门口 那他们会搭这样子的棚子 就是让人家走进去 这样大家才知道说 应该要往哪边走 诶 那边是什么 我看看 就是那种会旋转的那种好像 旋转杯子 对 可是它做的是那种很小朋友的那个样子 看一下 这边可以上去吗 你看它废弃很久了 因为其实当初呢 这边呢 它主要废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旋转木马竟出现人影 会是死在鬼屋里男孩的亡魂吗 难道是游乐场在午夜时分开始营业吗 是因为我们坐在上面 我刚好听到声音了 对啊 它好像是坐在马上面 它跳下来 对 跳下来地上是那个铁板的声音 有没有 真的没有耶 对啊 没看到 真的 如果它冻了我可能真的会昏倒 有可能晕倒 不好意思 好像有人在打东西是不是 还是 有那个工人还在施工的感觉 小心哦 你看它地上的那个铁板都锈掉 对啊 小心我好像真的 你走上来 不好意思哦 不好意思打扰咯 那里面都积水了 这个 它真的是很久没有使用的 嗯 就是当初那种 有色里怎么那么凉啊 你看 有学生毛毛的人 对啊 就是当初这样子可以坐在里面 然后它会旋转 有好几个 有三四 好几个 好几个 你看现在呢 已经看不到像这样子的那种杯子 对不对 对啊 不好意思 我们再往下走 不好意思 你看这就是那种八爪章鱼 对 然后是可以这样生起来的 你看那个坐的那一个 那一台飞船啊 它还长了一堆的杂草在里面 你看 有没有 哇 这样都看得到 飞船内杂草重生 此地聚因力似乎较强 对 而且他们现在这样的设备数 实在真的太老旧了 如果在那里 啊 啊 哪里 那里 那个那个是什么 那个水塔吗 此处的王林怨气颇重 好像有意阻挡 Ammy更进一步的搜索 不断一声响 各组奸丁继续前进 啊 有东西掉下来 我这边有好大的空间 从上面 对 从上面这样掉下来 可是因为它机器太久没有人使用 所以就是有可能 对 发修了 对 可能掉下来 平常晚上他们就会这样剥落还是怎么样 刚从那边听到有东西耶 可是它这个好像是那个 他们种机房的地方 就是启动可能一些仪器啊 一些游垃设施 不好意思啊 这 这也是什么 发扰了 你看地上 这什么东西啊 这控制的是不是 对 好像有音响 对 好广播就是说什么 游客谁谁谁怎样的 对 不好意思 看一下看一下 出去可以看 发扰了 这里面是他们的那个 放一些维修器材 还有那个 油漆 对 油漆桶 可是其实比较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可是你看他们都是那些 这种零件 就是不知道什么的那种终结 啊 啊 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那个桶子 对啊 怎么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们都 你知道吗 因为这边其实 游了语言飞去之后 我刚刚不是讲 有很多人在这边 就是在那块山河自杀 嗯 它接连得太近了 所以也不知道说是因为那边是 就是有很多人来自杀 还有那种气势 造成这里很多那种鬼灭的传闻 对 对不起的 办公室 慈禧比落的声响似乎是自杀怨灵在回应 艾米 他们究竟有何冤屈急于诉说呢 我听到声音 你看 技术组工作室 对啊 所以这边应该就是说 有时候像一些器材啊 如果是一些游乐设计 当地的王林似乎想传达 什么讯息给建兵们 仿佛是当年遭到气势的女孩 向建兵发出求救讯号 希望早日脱离万劫不复的猛鬼屋 这是否表示 他当初就是遭人用玻璃砸死的呢 这应该真的是他们的办公室 对啊 还有办公室 还有插巴 你看 他的鞋子 怎么一双那种男生的鞋 对啊 而且你看他的泡棉喔 全部都是好像 刻意被把他撕烂的 你看他里面还堆了两 也是一双鞋子 那可能是工人留下来的鞋子 对 那这边还有药袋 而且他上面 他放了一个那个分机 应该是说有发生什么 他应该是连结在各个游乐场 比如说他们有些工作人员是 啊 什么声音啊 这东西破掉 对啊 这玻璃 碎掉的声音 这里吗 这里 这个玻璃已经碎了啊 对啊 好像碎掉很久了耶 这个你的声音是什么 不知道 奇怪 我们怎么一走过去好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心啊 你看他这边还有一个上发 可能是那种 比如说 人家还是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 要来找那种小孩子不见的啊 或者什么都 就在那边等 对 有 对 对 其实我们今天要来搜寻的最主要 是要去找一个鬼屋 嗯 就鬼屋中的鬼屋 是 就是游乐场里面一般都是会有那种真正的鬼屋 对 就是里面有些器材是吓人那种鬼屋 可是听说在里面有个人 就是因为他 好像是 有些 有些器材是 他们会说 心脏病或者是什么高血压的人不能玩啊 什么 就有一个男生在里面 孕妇啊小孩 对 有一个男生在里面死掉 所以你等一下去找那个鬼屋 这边是什么 怎么会有几匹马在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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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走上去看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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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蜘蛛丝喔 好多蜘蛛丝喔 身上都有蜘蛛丝 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轨道了耶 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轨道了耶 你看他跑的轨道都不见了 被杂桶给盖起来的 难道是这里的磁场强大 导致灵界力量大规模聚集 吸引各式灵体流连忘返吗 早一起的游乐器材 对 我们上车 其实你们看喔 曾经风光一时的这种游乐场啊 然后我们晚上来 完全感觉都不一样 而且它废弃了之后 更感觉里面好像 就很容易聚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 小心 我们踢到石头 我觉得搞不好啊 就是冒无疏忆 比较阴的东西 他们晚上也会在这边游玩 为什么又可以 对 不好意思 啊 啊 不好意思 啊 没事吧 是不是有虫啊 很多 我好像觉得有虫攻击我耶 非常 小心喔 不好意思 其实我刚从外面看 我以为这个游乐园很小 没想到蛮大的 对啊 走进来真的发现还蛮大的 那是小朋友做的那种 那种摇摇级 对 它好像有个露色的 这个就是那种 好像是不需要 就是你坐上去 会可以这样前后这样摇的那种 对 但是现在他们都会用 比较先进的一些那种卡通图案 有没有 都不会用那种 没有看过的那种 很少用画的 对 对 你看它的墙壁还彩绘了 对啊 连石头都有颜色 怎么了 这东西打到 小珍遭到莫名灵体攻击 是由于刚才她与Amy的对话 对此地的山巾地铃不近吗 这好像有东西撞到你 对 就好像是虫 这边的虫好恐怖喔 那撞人会痛耶 不好意思喔 这边还有个铁网 不知道这是有什么 你看那边写危险区 游乐场的危险区 到底暗藏了多少危机 里面曾经发生过多少 喊为人质的恐怖事件呢 危险区是什么 怎么会游乐园 你们会有危险区啊 对啊 要去看看 我知道了啦 因为这上面可能有那个 这个是那个发电的那个 就是好像摩天轮 就是那个什么 摩天飞车还是什么的 然后所以它可能 如果往下面走的话 比较危险吧 对啊 还是里面有什么 对啊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喔 你看 以前呢 如果他们还在使用的时候 贴 这个上面啊 就会有那个车子这样过去 就从他们那样刷一下 对 你看 这边是警示灯 是都破掉的 所以它这边才说它是危险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这边还有另外一区耶 危险区的下一个地点 会是传说中男学生死于心脏病的地点吗 应该是 应该是 那里 艾米到底看见什么害人的景象 为何脸部表情如此扭曲 隐藏在鬼屋内的各种灵体 又会以何种方式 与它进行接触呢 那里 鬼屋 对 因为其实那个男生呢 他就是跟同学 全班就是同学会出来 来这边游玩之后 因为他没有回去了嘛 后来被游乐园的员工发现说 他死在鬼屋里面 可是自此之后 就是在游乐园废弃之前 最大一件事就是 有人家进鬼屋 就会看到一个人 就是站在 就是那个鬼屋的走道说 你知道出口在哪里 那一般像我去鬼屋的话 我会觉得说 这可能是工作人员 就是他们游乐场里面工作人员 对 可是后来发现 他们里面其实都是 都没有用真的人下去搬 全部都是机器 那那个人是谁呢 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说 能够找好看 是不是 传闻中那个人 在鬼屋里面问说 你知道出口在哪里 那个人是不是 就是在这里死掉的 那个男生 好 那我们这个鬼屋呢 就是 我希望说 让你们去体验一下 那因为我们用这个小镜头呢 去拍 小镜头去拍 好 所以说你们要拿的时候 尽量喔 你要记住 就是要给观众看 就是这样子 可是不想看可以不要看 那你要怎么走路 就只是走过去就好了 真的 很可怕耶 因为鬼屋里面 还是一位一位的走 然后后面呢 后面那个跟拍的不要跟太近 好不好 那最主要主观 你要讲话 你还是可以回头跟他讲 回头跟小镜头讲 好不好 好 那对来 我们现在进去了 其实我每次到游乐园啊 我最不喜欢进去的就是鬼屋 而且你看他 光外面画起来 就觉得很乱恐怖的 密闭的空间里 流传的灵异传说不断 究竟其中隐藏着多少恐怖的故事 等待Amy去挖掘呢 好痛喔 你们小心啊 好 这应该是他们的入口 就是当初要进来鬼屋之前啊 他们就会有说 小孩子要解你 大人要解你 可是他们并没有贴 其实他们没有贴一些什么 什么心脏病 或者是什么 残铺或什么什么的 都不要进来 所以我觉得他不要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当初那个男人可能进去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心脏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走进来 这味道好奇怪 Amy独自进入鬼屋搜寻 她会经历前所未有的感应吗 还是会感应到当年死于心脏病的男孩 你们不用进来喔 Amy即将进入灵异传说不断的鬼屋 她是否会遭遇不可预知的伤害呢 好可怕喔 我的第一次 你看他这个做了一个 那种假的那种棺材 然后就是那种 好像是有人在 就是军营里面 然后去打针和死掉的这样子 有很可怕 去看什么 去对方一下 laughs 她们这边走到那只有一点的那个 里面好像有人 你本来的人 你还敢进去 天哪 这边还有个人 他 tam select Amy听到身后传来声响而回头 是男学生在向他一步步逼近 对他出声警告 亦或是别有所求呢 就是有人进来 还听到就是 就是看到有人 像我现在走的这边 就是一个走道 然后有人站在那边说 小姐请问一下出口在哪里 希望我不要遇到 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可以走 小心 啊 哎呦 你的地板好恐怖 他来了 小心 我刚刚有个空乳头 看你还真是不太恐怖一把 走 是一堆的那种 弄成不一把的东西 你看一下 停止呼吸 僵尸起立 我想当初可能这边有一东西 你看它有一个仪器是可以这样子 有东西站起来的 好可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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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能烧过东西 鬼屋走道有明显焚烧过的痕迹 似乎是当年超度男学生造成的 这也许是引导奸兵发现事实真相的关键 难道曾经有人在此举办过神秘的仪式吗 好可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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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那里面还有一个女生的吗 而且好像她手上还提了一个人头 小心 哇现在这种怎么说啊 她那个挂了 这其实里面有很多人进来乱洗客 你看啊 有个上吊的 天啊 这附近就是有人 那块山的就是有很多人上吊的 这根树上面吊的有什么 有什么 而且你看 她的生理还在后面耶 这真的挺好的 啊 啊 啊 投入其来的声响 是亡灵为了吸引Amy的注意吗 之后的探索 又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 那还写莫笑我 怕我在那边被被吓到 还不要笑我了耶 不起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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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有个景 我想搭出个门子有东西 会跑出来 今天做的影片就是那种假人 然后假伤 不好意思 哎呦 这个好恐怖喔 好可怕 好可怕 不是这样 全身都写淋漓的 Amy仔细观察鬼屋内的每项机关 企图重建当时的情景 对不起 对不起 这边就没有人 没有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现在自己跟着 我是听伤害的 好长喔 在一起都在这边走完啊 没有可是两个椅子 我开始有密封 别说去 我快没够找到 我快没够了 我快在这边走完 我快和遍我 快要不要看 我快いく 我快到几次 我快去 我快去 快去 我快去 我快去 我可怕 天啊,这里还有一个 小心 有一个人,有两个 然后一个人指着头 然后有一个挂树 小心 吓死人了,他躲在这里 而且他,他的脸上还长满了支柱丝 放在出口处的佛桌 是为了安抚此地纷乱的灵体吗? 搞不好,这里是持久分的 这些是在那边的地方 我们地道里面 然后,帮你帮你帮你 什么地方 这个在外面表示说平安 然后把你身上的东西不好的弄弄掉 得救了,出来了 太好了 小心 小心 该我了 剑冰小珍即将进入鬼屋搜索 他能跟Ammy一样全身而退吗? 或是会遭遇到更凶猛的邪灵呢? 对不起,打扰了 我门兵! 我也没救你,太厉害了 里面进来的小孩子 Даже火煽要插 从小镇惊慌失措的表情看来 似乎已明显受到亡灵的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股阴森诡决的气氛弥漫其中 然而小镇的搜寻过程却异常平静 死在此地的南韩灵魂似乎已获得安息 因此鬼屋中的气场显得特别平和 如此违反常理的情况是外警队始料未及的 或是林姐朋友还在观察小镇的一举一动 这会不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呢 请仔细观察以下的慢速画面 瘦弱的小镇遭受剧烈攻击 难道是邪灵发出另一波警告 是邪灵发出三 BAR警告 是邪灵发出沉下的 没有 Harmony 更能不能打破 Втор天还让我们pping 说为自己来 保抒 为自己也需要 到底是小珍的磁场与死去的男孩相似 亦或男孩对小珍根本就不感兴趣呢 此地灵体众多且杂乱 小珍是否能克服心中的恐惧 顺利的与临界朋友正面接触 圆满的达成制作单位交付的任务呢 请继续往下收看 小珍持续遭到灵体攻击 他能毫发无伤全身而退吗 尤其难好了 黑暗中莫名的声响不断 仿佛怨灵在应和着此地的灵异传说 隐身恐怖的鬼屋里摆放在角落的椅子 异常突兀 究竟代表何种含义呢 小珍初次搜寻尽出奇的平静 每推开下一扇门就生怕下一秒钟将会遭遇更凶猛的攻击 是什么不寻常的状况让小珍吓得魂不不己 到底是男孩的王林还是其他灵体现身呢 外警队能否从中发现当年意外的蛛丝马迹呢 出口却被庞大的阻碍物堵住 让人不得不多做联想 是前往鬼屋探险者存性的恶作剧 还是那个找不到窗口的男孩心愿未了 希望有人能留在此地作伴呢 我处把他一起照顾好 俗话说得好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的 平常我们去拍外景的时候 说去拍鬼屋鬼屋 这鬼屋还只是一个废弃的空屋子 这是也传闻的 今天到真真实实地去拍一个鬼屋 是游游地产的鬼屋 对啊 对不对 可是这个鬼屋好像就没有那种废弃的空屋子 来得这么 那这个鬼屋到底是真鬼屋还是假的鬼屋呢 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 因为其实那个鬼屋是只有一个人的走道 而且我觉得它根本就是连地下都有机关 当然有啦 它有很多的那个 譬如说什么机关啦 螺丝啦 或者是一些什么油压感 否则那个人怎么会 当你走过 我没去过鬼屋真的那种游乐场的鬼屋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游乐场的鬼屋其实它的设计呢 是有一些 藉由声控 你业主 光控 或者是呢 你踏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机关 一踏动的机关 当你走 接着往下走的时候 旁边的才会开始动嘛 但是小卫 你这种理论是在它正常营运的状况之下 可是它已经是废弃的 完全是不能再使用的游乐场 那鬼屋也完全废弃了 可是你记不记得 前一段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老师说 其实这个地方 灵界朋友 它正在营运吗 老师你说 人跟死去之后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这鬼屋是我们本来很怕去的地方 那灵界朋友 自己死了之后 就会因为自己是鬼 所以喜欢待在这个地方吗 应该不会吧 不会 其实跟人一样 它其实基本上对这种 反正对这种比较 有这鬼的形状的东西 反正它会比较排斥一点点 因为基本上来说 就好像我们迷述语头常常讲 鬼最怕什么 最怕照镜子 为什么怕照镜子 因为它照镜子会看到自己 会吓他 对 它其实对自己就那种容貌的一个感觉 它自己会觉得恐惧或那种 真的吗 对 那你们到这个鬼屋里面去 你觉得很可怕吗 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其实它那个怎么说 我之前有讲过说 我有那种空间狭小恐惧 那它只有一个人的走道 然后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跟我在很后面的地方 因为其实那个鬼屋里面 有传闻 就是有一个男生 他进去鬼屋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心脏病 结果呢 因为跟同学出来玩嘛 那进鬼屋之后 他就吓死在里面 那同学也没有 一般的同学要回去的时候 也没注意到 所以少了一个同学 后来他才被发现死在鬼屋里面 那他为了要找出路啊 其实像这样子那种 出去外面玩 发生一些那种 突然间那种临时意外 必须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前一阵子报纸上 比如说 有几个年轻人 跑到龙洞那边去 他在那个海水里头 然后呢 水只到这边哦 没有很深哦 然后每个人带了个蛙镜 把头埋到水里面去 看水里面的鱼哦 很浮浅哦 我们三个人 一起把头像的埋下去看 在浮浅吗 对 他没有浮吗 他只是站在太鱼 站在太鱼 站在太鱼 然后呢看气不够的就起来呼吸 气不够起来呼吸 这很通常啊 就你们两个不停地起来呼吸呼吸 就看他旁边的人 就一直这样 一直没有上来 就等他过了一会儿 怎么不上来了 那可能是因为你在那个 比如我起来的时候 你正好下去了 你正好下去了 对 就等他再去拉了之后 他已经死掉了 怎么可能啊 他就死掉了 怎么可能啊 死掉了什么原因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报纸上 就是登出来后续的结果究竟有 这好扯哦 可能这个人是突然间 比如说身体状况的不适啦 或者是突然间被水呛到啦 什么东西 反正他就这样看看 就等他别人都看完了 发现他 哎呦 憋戏还能够憋超过两分钟 哎呦 很厉害哦 再去看的时候已经过了 我自信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讲的那句俗语叫做 鬼吓人吓不死 人吓人吓死人 所以呢 以后大家在开玩笑的时候呢 千万要拿捏好尺度 免得啊 吐起来的一个 下本来只是个玩笑 到时候造成一些 不可避免的遗憾 不可收拾的意外 俗语收获不担心 没错 当然了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节目当中 究竟有哪些的精彩片段 飞气太久 有有有有 人就可以飞起来 它好像飘在办公中的 哪里 什么声音啊 非常感谢 玩开玩笑 我找我 放开玩笑 我玩就跳舞了 从自看 怎么办 好 我esch愿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